你覺得那首歌是台北嘻哈故事之一 裡面就是其實還蠻重點式的描述了你的嘻哈歷史 對啊 你就想到淡水啊 然後茶街啊 東區啊 在你那時候的嘻哈的經歷裡面 你有沒有最懷念的事情 或是你覺得有沒有最辛苦的時候啊 或是有趣的事 那個時候就我06上來台北 然後那時候大學還在岩壁 你都有一些岩壁的經驗 對對對 我不斷的delay這樣 然後從06到08年 我發第一張唱片之前 其實都蠻不確定的 可能有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我們中間做了超多 也不能說莫名其妙 但是那個圈子裡會有一個講法 叫dirty job 你說像是什麼 比如說我做過法谷山的年度大會 你怎麼跟年度大會那麼有緣 大會等級的 大會等級的 他們裡面有一個組織叫法清會 法古山青年什麼會這樣 很了解 然後他們要在大會要出一段表演 然後他們要把那個聖言法師108條禁思語的其中一條做成 變成rap 對變成rap 然後要我來寫那首歌跟唱 他們法清會的成員就在後面跳一些hip hop舞蹈 那首歌我現在還有放在那個streetwalk上面叫做慾望膨脹 既然叫慾望膨脹 他們唱會 因為他的那一條 他那個禁思語叫做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在講就是貪稱吃這樣子嗎 對對對就是人的慾望我想要什麼東西想要什麼東西這樣 總之真的各種都有 我還有遇過那種當時同圈子的人然後找的表演 然後是表演什麼新住民的什麼什麼會 就在台灣的新住民的活動這樣 那時候就是用蛋堡的名字嗎 那個時候是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我的名字不重要 我們只是表演者而已 就只是活動上的一個表演 有點像是高中的時候 有一些媽媽或是阿姨就職的公司裡面有一些年中的活動 然後就會說你女兒不是有在跳舞嗎 去跳幾段這樣子 然後也不管你是誰 是那種感覺 對對對就是你的名字不重要 重點是你帶來一段表演 對 那那時候就是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開始做了這些所謂就是很多比較雜實性的就是工作 你有目標說我真的想成為一個出道的表演者 rapper等等嗎 那個時候其實也還有點模糊 我記得那兩年的時候就前半段 對 大部分就是為了想要證明自己靠音樂也能活下去這樣子 所以才會就接很多 我可能不是自己原本很想做的事情這樣 而且像我剛才講那個新住民的表演 就是最後我還不是拿到錢 最後他說他沒有錢然後給我一包 Joanne Blah Blah Podcast 已經上線 可能會有口想做的那一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